台中发生了让人相当心碎的命案事件 有一栋住商混合的大楼 在傍晚的时候一个套房飘出了奇怪的异味 消防员破门结果看到的是 有一个妇人跟婴儿他们裹着棉被 躺在床上已经死亡多时了 没想到他们接着把棉被进一步打开 又发现里面还有一名小婴儿 就被这个妇人抱在怀中 所以总共是一大两小三具遗体 而这个小baby两个好像是双胞胎 都只有一岁左右 初步研判应该是没有外力介入 而警方要来厘清这名女子的身份 初步调查她是29岁来自彰化 但到底死亡为因是什么 现在要进一步厘清 而在彰化的园林也发生了一起 人伦悲剧 在5号的晚间11点多中 有一名乌姓女子 她精神状况不佳 一次是跟爸爸发生了口角争执 结果她竟然趁着爸爸睡觉的时候 行凶来杀害 那么事后这个女子遭到逮捕了 经过甄讯因为是涉嫌 杀害直系的血清 罪嫌重大 有逃亡之余 所以现在是裁准疾压 年人夏雨桥她才刚刚新婚 而且演艺事业发展得不错 没有想到父亲却接连 要上了社会新闻版面 两年前她才因为隐匿了凶宅的资讯 卖屋之后得利了160万元 结果被对方提告 判缓刑一年 那么并且必须要赔偿140万 官司才刚刚落幕 现在竟然又卷入了一个吸金案件 而且涉嫌吸金30亿元 被检调给搜索约谈了 那么检调就调查 这是一个来自新加坡的富南斯集团 专门以买卖美股当作借口 来诓骗投资人 不当的所得超过了30亿 而向雨桥的父亲传出就是这个集团的高级干部 现在已经也被申请羁押 那大学只剩下大约是两个月的时间 而且马上就要去登记了 在这个时候 韩国又被爆料了 他买豪宅庶民的形象破功 而这是不是民进党攻击的起手势呢 这狼群围攻层层要把它剥皮 是有计划的来攻击呢 来看从一开始 一周刊推出了这样的报道 紧接着立刻立委就来开了记者会 那么总统蔡英文还补刀说呢 其实不只是这些争议啊 您看看之前呢 这个监视器还有密录器之类的事情 现在韩国都没有说清楚 那么现在呢 韩国又深陷在豪宅的风波当中 而且呢我们来看到 这个时间点其实呢 可能是蛮关键的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在11月18号到22号呢 就是总统要去登记的日子了 那么民进党是不是早就已经 掌握到这样子的消息 只是之前都没有释出来 就是在等待现在呢 马上就要登记 国民党要换人可能也来不及了 我们继续来看啊 民进党立委林俊倩呢 她是不断的来爆料 而她昨天上了东森新闻的关键时刻 她又说了 韩国在2014年11月的时候 是直接发函给台肥 要求要借款两成 来买这个豪宅 那么当年12月的时候呢 台肥还回函拒绝借款 直到2015年的1月 短短的两个月当中呢 现在呢就有了转变 主要的原因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 而且台肥为什么会愿意来借款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李嘉芬的闺蜜 她现在就在韩市府来担任 观光局的主命 这闺蜜叫做高美兰 据传当初就是她 跑去找议员 来开协调会 施压台肥 所以才同意借款 谢谢华仙 在关西英大陆近年来 细节推动青年创业中心 提供各式各样资源 来扶植有创意 有潜力的人 不过呢 这些人 他们所扶植的 是不只是 限于中国大陆本土的人 而是欠缺低筒金的青年团队 像是在宁波的青创中心 他们目标就锁定中欧 还有东欧的市场 吸引好多人都来进驻 就连台湾的创业家 也都以这里为据点 挪威三田的冠军选手Edan 他让彰化的这顶帽子而爆红 成为了阳明国具的冠军帽 那么现在呢 这个彰化宪府热情的邀请Edan 明天抵台就直奔顺泽工来还月 普香的这个乡公所呢 庙方更委托了彰化公寓 这个监狱抱歉 打造出了这个剧情的顺泽工冠军庙 成品是在昨天亮相了 预计可以掀起一个观光的热潮 另外再来关心 卫福部昨天公布了很多的新制 其中包含禁止使用破壳蛋 来制作液蛋 而这个液蛋呢 也必须要标示是不是杀菌的 要是标示是杀菌的蛋呢 却被验出了有沙门氏菌 最高可以开罚三百万元 预计明年的冤蛋 就会开始实施了 好 另外再来关心婴儿哭闹 该怎么办呢 一包红豆就能解决了吗 有个妈妈在网络上头 分享了一个哄婴儿的妙招 只要靠着一包红豆 就能模拟 父母亲用双手来安抚婴儿的感觉 而这个招数曝光之后 很多网友大喊 这真的是太厉害了 回家也要来试试看 好 接着来关心落法的问题 现在因为工作压力很大 或是呢 这个环境污染等等的影响 因此落法的问题 好像是越来越严重 也越来越年轻化了 即从头皮的根部 来进行修护跟保养 也能够提供 发肌温和的呵护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